Sora有構成 以文字下達指令 就能產出一分鐘短片 相關概念股有誰 哈囉大家好 我是益聖 歡迎收看每週五晚上八點整的益聖 向前看帶給你淺顯易懂的產業知識 那我們曾經在去年2月15號的 盤氏第一排這個節目 提到ChatGPT 而ChatGPT是由OpenAI 這個美國AI研究實驗室 推出的自然語言生成式模型 是以對話的方式進行互動 那很恰巧的時隔一年之後呢 到了今年的2月中旬 OpenAI又有驚人之舉 那就是推出了 影片生成式AI模型Sora 那到底Sora功能有多強大 益聖呢等等呢 就會進一步的介紹 當然呢 我們也會介紹台灣的Sora收惠股 包括2345智邦 4979華星光 3450聯軍 以及3081聯雅等四家公司 那在影片開始前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以及呢 開啟小鈴鐺喔 Sora的強大功能在於 以文字形式下達指令後 就能夠產出短片 影片長度呢 最多可以達到60秒 而且呢 畫質相當的逼真 而OpenAI創辦人 奧特曼也在社交平台X 上邀請大家下指令 來測試Sora生成影片的能力 其中呢 一個文字指令 就包括兩隻黃金獵犬 在山上做Podcast 而Sora產出的影片 就是兩隻可愛的黃金獵犬 戴著耳機在山上 而且呢 頭對著麥克風 雖然目前Sora沒有開放給一般人使用 但已經引起相當熱烈的討論 在OpenAI所開設的論壇上 有人以Sora可能 毀了許多人的人生為題 展開討論 反對Sora的人認為 Sora的強大生成影片功能 可能會導致 攝影師 藝術家 製片商等職業生涯告終 但是呢 也有人不這麼的悲觀 一位前迪士尼動畫師就分析 現在大家對於AI生成影片 對產業衝擊的擔憂 跟這個幾十年前 動畫產業從2D轉為3D時的擔憂 完全類似 但他強調 只要你喜歡這樣的藝術表現形式 你就一定會找到方法來適應 並且持續的表達自我 那至於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們是怎麼看Sora對未來人們的影響呢 也歡迎各位在底下的留言 來跟我們大家分享喔 那雖然呢 OpenAI尚未公佈Sora模型的參數細節 以及產出影片的影像規格 但是呢 法然認為 Sora產出的最小格式 為一張2048x2048解析度的圖 那最大呢 則是輸出60秒的 1920x1080解析度的圖 那換句話說呢 Sora的檔案輸出大小 將介於幾MB到幾百MB以上 相較於呢 TradeGPT輸出文字 輸出內容大小僅有幾KB到幾MB 落差呢 高達10到100倍 因此呢 當使用者藉由Sora生成影片時 資料中心除了內部伺服器 或GPU間的運算流量 將較使用TradeGPT顯著提升外 產出檔案後 使用者必須要進行下載 對外流量也將會大幅的增加 另外呢對於影音創作者而言 可以把Sora視為強大的好幫手 也就是呢 嘗試各種不同的文字指令 來產出略有差印的影片 那並從中來挑選出需要的片段後 再進行影音剪輯 而Sora的誕生呢 有可能造成更多自媒體出現 那透過Sora產出的影片 將會大量的被上傳到影音平台 並驅動非AI服務 相關傳統資料中心的網路頻寬需求 那進一步的帶動高速光收巴模組 產品需求大幅提升 那法人表示啊 在台灣網通與光通訊相關個股中 針對Sora未來發展 可能提升資料中心的需求上 看好智邦、華星光 以及聯軍等公司將會受惠 至於呢Sora使用者將產出的影片 上傳至影音平台的相關受惠股方面 法人則是看好聯亞與6442的光盛 當然呢 除了法人看好的公司之外呢 Sora也很可能會間接的提升 光通訊產品的需求 因此呢 我們團隊整理了光通訊相關的公司 那在這個表格當中 提供各位觀眾朋友來做一個參考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四檔Sora受惠股 首先要介紹的是2345智邦 智邦目前是全球白牌交換器的龍頭廠 市占率高達5成 在產品組合方面 從2023年前三季營收來看 有69%來自於網路交換器 22%來自於網路應用設備 6%來自於網路接取設備 那其他產品營收占比都在5%以下 那根據美系外資表示 智邦受惠於資料傳輸量成長 技術升級 伴隨AI與機器學習 帶起頻寬密集工作 負載增加 使得交換器迎來了結構性 與可持續性的需求成長趨勢 那放眼後視 一旦供需吃緊的情況 在2024第二季獲得改善 AI加速器業務將提供智邦額外成長動能 而400G 800G等交換器成長 主要皆由AI所帶動 那智邦亦有提供智慧網卡 加速器等產品 未來GPU等AI加速器 往800G 1.6T傳輸速度升級 都能夠使相關的產品受惠 那至於本土法人則是表示 雖然高通膨環境與電信商建置放緩 恐會對這個網通產營運不利 但是呢 智邦的交換器及網路應用產品 限受惠與AI需求持續成長 成長幅度將會抵消其他業務率退 那智邦亦開發其他AI相關的產品 並從ODM就是原廠委託設計代工 轉型為JDM聯合設計製造廠 與客戶共同開發 增加雲端服務供應商的黏著度 那法人看好智邦能維持競爭優勢 長期將受惠AI應用 帶來傳輸速度升級需求 並預估 智邦2024年EPS將來到20億元 創下歷史新高的水準 第二家介紹的公司是4979華星光 華星光主要從事光通訊主動元件生產 產品主要應用於5G傳輸及資料中心 公司的晉升優勢在於 具備一條龍生產製造能力 從生產設計晶片模組 模組封裝一直到組裝 另外公司已打入美國網通晶片大廠 麥威爾供應鏈 那是近年營運最大的轉捩點 過去華星光以中國電信市場為主 並為了供應中國需求 積極增加產能 在中國8000萬戶光纖道府政策的挹注下 2015年營運來到高峰 然而後續由於中國市場競爭激烈 導致於營運陷入衰退 但在營運衰退的期間 公司並沒有坐以待斃 而是不再輕易的擴產 同時積極的轉型 營運轉往以北美資料中心為主 目前已有7成的營收 來自於北美市場 從中概股搖升一變成為美概股 黃星光現階段營運主要成長動能 來自於資料中心 100G到400G光收發模組 已陸續的出貨 法人表示在AI需求持續增温下 華星光2024年400G的產品出貨 佔比將會明顯的提升 加上配合客戶 麥威爾推出800G CPU產品 單價更高的800G產品 有望在第四季放量出貨 法人預估 華星光在2024年EPS 將大幅成長到10.5元 那有關於什麼是CPU 我們曾經在第120集的節目中介紹過 那觀眾朋友可以點擊下方的連結 進去收看 第三家介紹的公司是3450的聯軍 聯軍為全球前三大雷射二級體 封裝測試代工廠 具備有雷射原件的開發技術 那不僅光通訊 光資訊的原件產品限齊全 在2022年也順利的量產雷射探測與測距產品 另外聯軍在2022年底 透過合併圓捷科技 切入資料中心業務 而我們節目剛剛才提到 影片生成AI模型SORA 對於資料中心需求將提升 所以聯軍正好可以吃到這一個商機 那醫生在這裡稍微介紹一下 圓捷科技這間公司 圓捷它有光模組產品線 那特別是著重在高速傳輸模組 尤其專攻800G以上的規格 那在聯軍的產能協助下 2024年800G產品 應該會順利的進入量產 另外聯軍還有個題材 就是細光子及CPU 總經理宋天真指出 細光子及CPU是新崛起的應用技術 那主要應用在AI及機器學習 現階段因為AI伺服器發展快速 所以各界對此期望很高 但實際上職義應用才剛開始 AI伺服器及機器訓練 需要大量資料傳輸 卻面臨兩個問題 一個是傳輸速度太快 使晶片溫度升高 因此要改用光纖傳輸取代銅線 對光纖傳輸的依賴性提升 其次傳輸速度越來越快 訊號耗損和熱量也是一大挑戰 細光子將在此扮演重要的解決角色 那宋總指出 光在細光子的發展中是關鍵技術 而聯軍一直以發展光的相關技術為主 已經耕耘20年 技術已準備好 因此公司已經切入細光子市場 預計在2024年下半年開始小量出貨 另外 由於細光子產業還處於初期發展階段 預期2025年才會較為明朗 至於在細光子以外的傳統封裝部分 宋總指出 受到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低價競爭影響 聯軍已經在調整產品組合 將會選擇車用或更高端的電信高功率 雷射元件發展以提高毛利率 最後一家要介紹的公司是 3081的聯亞 聯亞是光收發模組 雷晶片製造商 主要客戶包括英特爾 中國光通訊元件大廠 國內客戶則是包括華星光等 以下游的應用別來看 2023年第四季營收有45%到50% 來自於資料中心 35%到40%來自於電信 工業用及消費性電子合計佔了10%到15% 若是以產品別來區分 2023年第四季營收有40%到45% 來自於矽光產品 15%到20%來自於10G 及25G雷射二級體雷晶片 剩下的15%到20%來自於 減光器雷晶片等 受到中國電信市場萎縮的逆風衝擊 加上消費性電子產品需求降溫 聯亞在2023年營收率退超過5成 由於產能利用率偏低 加上有部分的機台閒置 依照國際會計準則 第二號公報的規定 需要提列閒置產能損失 導致聯亞2023年 美股稅後虧損了2.31元 不過由於公司2023年 能有現金流入 因此決定美股要配發現金股息0.5元 展望2024年公司表示 營運將會逐漸的回升 主要成長動人來自於資料中心 美系資料中心客戶需求將持續增加 那800G產品將會出貨暢望 矽光產品營收 渴望持續成長 另外 聯亞與客戶合作開發 下一代1.6T矽光產品 預計2024年第三季末 或第四季試產 並於2025年開始量產出貨 此外資料中心 模組廠 如新加坡 香港地區的客戶 近期正在驗證聯亞400G及800G的產品 法人預估聯亞2024年將會轉虧為盈 有較為樂觀的法人預估 聯亞2024年的EPS為2.25元 在1.6T矽光產品 挹注下 2025年EPS將會大幅上升到5.4元 最後再幫大家整理一下 今天節目的幾個重點 首先第一個 OpenAI推出影片生成AI模型SORA 最大賣點在於以文字形式下達指令後 能夠生成一分鐘的影片內容 SORA的誕生 將會推升資料中心 以及高速光收發模組產品需求 第二點 2345智邦將長期受惠AI應用 帶來傳輸速度升級需求 2024年將賺超過兩個股本 第三點 4979滑星光 由網通晶片大廠麥威爾加持 法人預估 2024年EPS將會達到10.5元 第四點 3450聯軍透過合併圓結科技 切入資料中心業務公司 還有矽光子及PTO的一個體材 第五點 3081的聯亞在美系資料中心客戶需求 增加帶動下 2024年可望轉虧為盈 以上就是這集節目的全部內容 相信大家對於SORA 以及相關受惠的台廠有進一步的認識 另外 如果你們對其他產業或公司有興趣的話 也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區告訴我 我們有機會 我們會再製作一集節目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最後別忘了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就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 感謝各位的收看 下週再讓我們一起向前看 我們 sono不可靠的 謝謝大家 有一點金采 入口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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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血 也有很多人 有些人